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天使麦可信息 关于星际种子灵魂家庭团聚 三位一体 世界各地各种圣地 激活未来的晶体记忆种子原子 新时代的神圣计划 新神圣蓝图 无为意识 传导 罗纳赫尔曼 翻译 Amber 星形惊叹号前沿 大天使麦可 亲爱的大师们 你们现在正在与你们的 星际种子灵魂家庭团聚 你已经准备好 开始形成你的许多 三位一体灵魂单位中的一些 由那些已经激活 并有意识地使用神圣意志 神圣爱 智慧和神圣主动智能的所有三种上帝光芒的灵魂组成 由三、九、十二、二十四和一百四十四个 智爱的灵魂 这些灵魂群体中 有许多处于物质层面的形成阶段 你、先锋 现在正在创造这些被赋予奇妙力量的精神单位 星形惊叹号你们是勇敢的精神先驱 将成为人类鼓舞人心的榜样 你们也将提供造物主之光的出使记忆种子原子代码 地球层面上星星的光之城的新神圣蓝图 此外,还将有许多灵魂团体 由在物质层面从未见过面的人组成 形成在新的第五维度 统一的神圣多重金字塔中 这些重新相聚和联合任务 将比亲自组建的更强大和更有意义 是的,我勇敢的光战士们 你们一直向往和努力的 那个被预言的时代即将来临 我们光之国度为你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当我们一起前行以确保新时代的神圣计划得以实现时 我们坚定地站在你身边 你被深深地爱着 我是大天使麦克 罗娜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所处的空域已经结束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强烈而明确地被赋予了我们新的水平 做时代神圣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大天使麦克 明镜探号新神圣蓝图 我们是必须引入并锚定 将激活新神圣蓝图的造物主制光的人 从激活地球深处的晶体结构开始 其中包含 无个更高银河意识设限的白色火种原子 此外 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开始与伟大的女神和元素王国合作 以转化及清理人类向以太喷射的所有强大的 破坏性的消极性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强大的火灾将会造成更多的破坏 飓风 洪水和地震 宇宙法则规定 我们必须体验我们创造的东西 而正是人类创造了这些强大的毁灭性武器 多年来 大天使迈克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在地球表面最初形成时 巨大的晶体结构是如何被战略性的放置在地球表面深处 这些巨大的簇状尖塔 包含 由我们的父母神为七个伟大宇宙时代的每个子周旗编写的神圣蓝图 供人类在这各自维度中逗留 我们的地球 人类和所有友情众生现在正在整合和 处理银河意识的五个更高光芒的精炼频率 我们太阳系的七道上帝意识的蓝图 也已升级 已包含我们五为意识的前三个子层次 正如我们 星际种子 光之工作者们 多年来一直有意识的激活地球大洞穴中的半休眠水晶结构和紫罗蓝色火焰 现在是我们开始激活水晶记忆种子原子编程过程的时候了 银河意识包含在这些伟大的有知觉晶体结构中 我们还在我们的神圣之心 神圣头脑中 编成了记忆种子原子 在不知不觉中 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中一些人已经逐渐激活这些珍贵的种子原子 我们也一直在协助激活那些 准备好接受这份珍贵礼物的亲爱的灵魂 以及我们蒙福的地球的记忆种子原子 然而 作为活跃的光之斗士和新神圣蓝图的承载者 现在是我们所有人理解及积极使用这一过程的时候了 星形惊叹号世界各地各种圣地 记忆种子原子晶体和地球内部的金刚粒子 罗纳 在深度冥想中 大天使迈克告诉我 在世界各地战略要地的巨大地下洞穴中 储存着历史及科学的记忆种子晶体 这些以太种子水晶与永恒子罗兰火焰在同一个洞穴中 并且在我们目前的提升过程中 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世界各地各种圣地 通常都建在这些大洞穴之一的上方或附近 或者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水晶簇和尖顶 在这些特殊的圣地附近 你还会发现通往地球内部的门户 当我们被引导参观这些特殊的地方时 可能会经历一件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最奇妙的事件 如果你的意图是纯粹的 并且你的能量印记和灵魂之歌 在更高的思维或更高层次产生共鸣 你将自动激活存储在正在访问的圣地下方洞穴中 适当记忆种子水晶 很可能 你以前执行过这项服务 也许在许多时代之前 或者很可能在更近的前世 反过来 你将获得激活存储在你的神圣思想中的一些白火种子原子的天赋 这些很可能是内存种子原子 其中一些包含你将来需要的高级信息 或记忆种子激活原子 将触发特定天赋的激活 或者也许是治愈记忆种子原子 它可以帮助你克服一些痛苦或释放一个麻烦的 令人上瘾的习惯 纵观地球历史 不乏大师和伟人的故事 他们通过自己看似超人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赢得了伟大的战斗 创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 并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迄今为止 不为人知的是 这些伟大的存在知道如何从地球的巨大洞穴中 提取一些记忆种子原子 他们有能力从地球深处的仓库洞穴中 提取出完整的第一道神圣意志力量 以及额外的造物主光粒子 以及生命 正如我们必须激活我们攜带的金刚粒子 以及从无限供应的造物主之光中 汲取的金刚粒子一样 我们也必须通过我们的爱心意图和行动 来激活储存在地球内的金刚粒子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主宰的振动模式 我们正在被提供特殊的礼物 才能和特定的分配 以帮助我们承担作为世界服务者的角色 对于我们这些作为来到地球的 大天使迈克的光之君团成员来说 一个新的号角已经发出 为了完成我们目前的地球使命 我们再次被召集在一起 我们度过了许多事 经历了巨大的考验 为了治愈我们的过去并协调身体血管 以便很久以前在我们的神圣之心和神圣思想中 被编码的记忆种子原子能够被激活 这些是帮助我们完成 由这各自宇宙的父母神 分配给我们的群体神圣使命的钥匙和密码 闪耀吧 亲爱的朋友们 爱与天使的祝福 罗娜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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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